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您好各位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今天是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主题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契机 能够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并且用专章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做出了全面部署 这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是第一次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 和兼具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前进道路上如何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 靠什么来化解和战胜风险和挑战 怎样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是我们面临的新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同览全局的战略思维和宽广的世界眼光 深刻把握国家安全问题 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 谋划国家安全工作 创造性的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破坏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布局 为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总体国家安全观 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第一次构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布局 第一次系统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如何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实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安全理论上的历史性飞跃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2014年的4月15号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党的十九大明确地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作为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开辟专章 明确要求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国家安全贯穿到我们各项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 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 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换句话说国家安全内涵丰富 既指国家处于安全状态 又指国家维持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 关键在于总体 谈到国家安全 人们容易联想到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反坚防碟 维稳处突等方面 觉得离自己太遥远 也没有多大关系 实际上新时代的国家安全 早已不局限于传统习以为常的小安全 而是涵盖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网络等多个领域 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大安全 进一步说 国家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切实利益 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 生活息息相关 总书记提出大调述国土关系 这个是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力 从他的五大要素来讲 它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以军事 科技 文化 社会安全为保障 以国际安全为依托 五对关系是既重视发展问题 又重视安全问题 既重视外部安全 又重视内部安全 既重视国土安全 又重视国民安全 既重视传统安全 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既重视自身安全 又重视共同安全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 驱动之双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 从把统筹发展和安全 纳入十四五十七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到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个坚持中的其中一条 从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到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十年来 我们党面对国际局势极具变化 深刻把握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关系 既要抓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又要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件头等大事 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这里面蕴含着统筹发展和安全 这个关系的重要的战略思想 构建新发展格局 必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 打造预知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把发展建立在更安全 更可靠的基础之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是实现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解决好吃饭问题 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我国有14亿多人口 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 9.8万吨油 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而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数据 自2015年起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5公斤 超过国际上公认的400公斤的粮食安全线 全国耕地面积19.18亿亩 划定了10.58亿亩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建成9亿亩高标准农田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 粮食作物两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现在粮食要想文产增产 除了汇种地更要靠科技 有一群东北小伙 他们在田地里玩起高科技 让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长出了好粮 他们喝着咖啡干农活 把智慧农场搞得风生水起 看看我们这个无人收割机正在作业 来看看我们的操控平台什么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操控平台 我们未来的农田干活农田作业 就跟打游戏一样 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 喝着咖啡就可以把农活去干了 然后我们一台自然模拟器可以接管多台设备 我现在是远程超出农机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系统 把它驾驶到地里面去之后 它是自动驾驶 根据我们规划好的路线程度驾驶 我们巡视的无人机已经开始起飞了 它就是我们指挥中心的一个千里眼 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巡视的无人机 我们每个填块就实不上地得需要人去看 这样有它就可以一个人 就能代替50个人的巡视效果 现在我们新农人的小伙伴正在通过电脑来操作农田 郑总 我看用咱的技术啊 咱俩都干了80岁 对啊 咱们的目标就是干到干不动为止嘛 用我们的技术让更多年轻人回到农村 从事野野地改良和种植工作 对 改造出更多的野野地 打出更多粮食 锻捞中国的饭碗 加油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同样 作为工业的粮食 国民经济命脉的能源的饭碗 也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对国家繁荣发展 人民生活改善 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十年来 我国年产一百二十万吨 及以上的大型煤矿产量 占比超百分之八十 风电光伏并网装机合计 六点三五一千瓦 是2012年的近九十倍 全国原油产量十年间连续保持在两亿吨左右 而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数据还显示 我国能源自给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有力应对了国际能源价格动荡 对我国发展的传导影响 在2014年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 关于能源安全的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 这个就是能源的消费革命 供给革命 技术革命和体制革命 全方位加强能源安全的国际合作 以此来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这就是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 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战略 安全问题是关各国人民的福祉 是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是关人类的前途命运 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 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 2022年4月 习近平主席在博敖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 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共赢而非联合的新型安全之路 全球安全倡议它提出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有一个西方国家 那么它为了维护 所谓它自己的安全 追求它的绝对安全 是不是 那么不断地牺牲他国的利益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全球安全倡议 我们这个安全倡议基于综合 共同合作和可持续的 这样一个新的安全观 不仅要重视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个安全 我们还要重视全球的共同的安全 全球安全倡议所体现的全球安全观 是新安全格局的对外呈现 是总体国家安全观 着眼统筹本国安全与他国安全 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提出 要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 塑造是更高层次 更具前瞻性的维护 要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引导国际社会 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新秩序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 最普遍的愿望 党的二十大破坏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 做出深刻阐释 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 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 必将汇聚起 护航统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强大力量 必将形成 一体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安全的强大合力 让新时代 每一个中国人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感谢您 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